Hello大家好,欢迎收看老我是电影,我是凤姐,一个喜欢看电影又爱吐槽电影的软妹子。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农村女子出城打工变小三的国产电影。 女主翠花是从农村出来的,由于没学历,没工作经验,在城里很难找到工作, 无助的她只好便宜租下一间狭小的小黑屋住了下来。 第二天,她在街上看到有招清洁保姆的广告,于是她就去面试了, 一天只有三十块钱,可一上班,翠花就被经理安排去一个大户人家里。 大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个有钱的老王,老王看到翠花就起了歪念, 还要求翠花以后去她家要穿上特别的制服,还承诺会给翠花小费, 可翠花看到这些衣服吓得一脸懵逼啊,物料那么少,叫人家怎么穿啊? 于是翠花害羞的跑了,翠花回到自己的小黑屋里, 她接到了在老家的弟弟打过来的电话,原来弟弟在家打架出事了, 问翠花要六百块钱,可翠花现在工作都还没有着落, 怎么有钱给弟弟呢? 于是翠花第二天,并回到了老王家上班, 然而老王还是要翠花穿上制服才行, 说完拿了几百块给翠花, 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,翠花妥协了,答应了老王。 就这样,翠花每天在老王家上班, 赚够了钱,马上就给家里寄了回去, 还给弟弟买了一部新手机, 然而弟弟在家并没有好好念书, 还被学校劝退了, 而过几天,弟弟就会上城里找翠花, 翠花顿时感觉自己有压力了, 可在上班时,老王却告诉翠花, 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。 然而翠花一听,着急了, 弟弟也要来投靠我,工作没了,那怎么行? 于是翠花便向老王献祭殷勤, 还跟老王说明了情况。 老王听到后,爽快地答应了翠花, 让翠花和弟弟住在老王家。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 老王趁这个时机把翠花睡了, 好端端的白菜让猪给拱了。 完事后,翠花把弟弟接了过去, 在老王家里住了下来, 可在第二天,翠花依旧被老王欺负, 不料全程被弟弟看到了。 弟弟还用手机拍了下来, 弟弟知道真相后很是气愤, 还去了酒吧,借酒消愁。 在酒吧里,弟弟还认识了一位女孩, 她对女孩也别有一番心思, 很快就聊到了一块去了。 弟弟还带着女孩回家, 可门口还没进, 就被弟弟发现了老王的秘密。 晚上弟弟把真相告诉了翠花, 还质问翠花, 从农村跑来, 就是为了当别人的婊子吗? 这气的翠花一巴掌打向了弟弟, 此时的弟弟还不知道, 翠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 之后翠花便决定, 不做了, 带着弟弟回去, 然后当他们收拾着行李时, 被老王拦住了。 老王还把翠花推荐给了另一个老板, 弟弟一听, 气得脸都白了, 拿起刀子就向老王捅去, 然后姐弟俩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, 故事也就结束了。 故事告诉我们, 有个不长心的弟弟, 真让人闹心啊。 还有就是, 不要贪图眼前的小便宜, 违背良心, 驱赶自己不想做的事, 否则是没有个好下场的。 好了,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, 记得关注我哦。 节目